静女 陶陶 以后你们两个 就都住在我家 我照顾你们两个 行 妈 听你的 我跟静娘 我们就住在你们家 妈 这我哥和小智都不在家 这以后麻烦你照顾我们了 静女 看你说的 我两个儿子都不在家 我照顾你们两个是应该的 怎么能说麻烦呢 再说了 你们两个呀 同时都坏着我的大孙子 我高兴 还来不及呢 行 妈 那咱们回去吧 走吧 来 你们两个 快进来 慢点 来 过来你们两个 快坐 我说你们两个坐这儿 好好凉快凉快 一会想吃什么 告诉我妈 妈去给你们坐 行 妈 你先去忙吧 行 你先去忙吧 我们想好了 我们再告诉你 那好 哪怕也去忙了 哎呀 今天你也热了 还是家里凉快 就是啊 顺顺公鸟 哎 这今天到底吃什么呀 吃什么 吃鸡好了 我呀 想吃鸡 吃鸡 吃鸡 吃鸡干什么呀 平时都吃够了 来到这儿你还没吃够啊 真是的 不行 今天吃虾 妈 我想到了 我今天想吃虾 你给我做个油门大虾就行了 吃虾 吃什么虾呀 就让妈给我做鸡吃 妈 给我做鸡吃 我要吃鸡 妈 我要吃虾 做虾 吃鸡 我要吃鸡 吃鸡干什么 便宜的要命 你说下意思啊 那是我只能吃便宜货了 怎么 不能说呀 本来就是 那鸡便宜的要命 我就要吃鸡 咱妈呀 就不给你做 妈 做虾 你看妈给听说 妈 我就要吃鸡 今天中午 就做鸡吃 不要听我嫂子的 嫂子 你是大的 你就不能让着点我嘛 哼 大的怎么了 大的就得让回你啊 不行 今天我就得吃虾 虾有什么好吃的 吃那一点肉 那鸡肉多好吃 就吃鸡 不行吃虾 妈 看我嫂子 你快给我做鸡吃 做虾吃 做鸡吃 做鸡吃 做虾 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 炒什么呢这是 妈 我嫂子 她都不知道让我一点 我想吃鸡肉 她 不让你给她做虾 静静 你不要说了 今天 我也没有做鸡肉 也没有做虾 我给你们啊 炖那鱼汤 给 我给你们两个 带我来的 妈 妈 拿走拿走 怎么那么香啊 就是啊 这怎么喝呀 拿走 怎么回事啊 妈 这鱼汤清死了 让我们两个怎么喝呀 就是啊 就是啊 我们怀孕呢 不能闻到我们心呢 哎呀 这妈还没想到呢 我就想着 你们两个怀孕了 我给你们 做点鱼汤 这鱼吃了 不是对孩子有好处吗 我还没想到那么多 谁让我不喝 幸福了 我走了 哎 静静 哎呀 草草 她怎么了呀 她不喝饭呢 来你喝 妈 你把这个碗离我圆一点 我也不喝 幸福了 哎 草草 草草 你说 这两个孩子 你们又不喝 我进来做好了 我自己喝 这妈干什么去了呀 也不在家 不知道 估计买东西去了吧 来 你们两个 我回来了 妈 你回来了呀 妈 你回来了呀 你干什么去了呀 就是 这一家 来 快往这边凑坐 我给你们两个 买衣回去了 看看喜不喜欢 我也要这家 不行 这家包 这家 不行我要这家 我要这家 是我先看到的 是不你先看到的 我先想到的 妈 看看 他已经老大了 他就不让着我脸 凭什么老大就该要着你啊 这明明是我先想到的 这是我要想到的 我的 我的 我就喜欢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必须是我的 我的 我也喜欢这个颜色 妈 你说 这个衣服 你买给谁穿的 妈你说 哎呀 你说说你今天两个 这个样子 让我怎么说呢 这 一人一见 我不偏不像 给小白子一样 那你穿这件 我要这件 不好看我不要 我要这件 不要 桃桃 你是大的 要不 你让一下你弟妹吧 你穿这件吧 不行 我不喜欢格子的 我就喜欢这种纯色的 行了行了 你们两个 不要再争了 是我做错了行不行 敬妞 让给你嫂子 我再带你去双场里 买一件好的 随便你挑 听了 听了 听了没有 怎么着 这衣服也是我的 要不是妈说 再带我买一件好的 我才不让过你呢 去 走我敬妞 走吧 别管怎么说 反正 这件衣服就是我的 你就是想做我 婶儿 飞宝儿 你干嘛去了 我呀 出去了 对了 这几天 怎么没见你出门啊 还出门呢 我那两个儿媳妇 都怀孕了 都在我家住着呢 我伺候她们呢 婶儿 你这两个儿媳妇 都怀孕了 是好事啊 我看你怎么 愁眉苦恋呢 这怎么了 你说说 两个人在一起 跟小孩子一样 吃个饭 穿个衣服 什么都要争 争来争去的 每天 在家里吵个不停 你说说 我能不生气吗 婶儿 你这情况 跟我家的情况差不多 我嫂子啊 跟我媳妇儿 两个人啊 整天也是吵来吵去的 可是后来啊 我妈把她们吃的 服服帖帖的 诶 真宝 你妈有什么办法呀 其实说到底啊婶儿 这也怪你 怪你啊 太宠着她们了 那现在的儿媳妇 不都这样吗 再说了 她们都怀孕了 你叔叔 我这个是婆婆的 也不能吵她们吧 婶儿 你啊 就是太惯了她们了 你想想 如果你事事都牵上她们 她们啊 只会蹬鼻子上脸 没事找事 你态度啊 就应该强硬一点 你是长辈 她们是晚辈 凭什么你照顾她们 伺候她们 还要受她们的气啊 你想想对不对 姐妹儿 你说的也是这个女儿 不不 这样的做能行吗 婶儿 你就放心吧 你就按我说的做 到时候她们两个 也被你治得 服服帖帖的 婶儿 听你这么一说 那婶儿 就照你做的做 那我先走吧 行 那我先过去了 来 来 这家里山蛙这么大地方 你为什么非要坐在我眼前啊 谁坐你眼前了 我说坐这儿凉快呢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就是不想看见你在我眼前 你啊赶紧走 凭什么让我走啊 这又不是你家 真是的 你要看不惯我 那你走啊 谁拦着你了 凭什么让我走啊 是我先坐着的 要走 也是你走 什么事 都有个先来后到吧 哈 别跟我提先来后到 嘿我就坐这儿了 我不走了 气死你 我看你啊 就是 看别人怎么样 你就怎么样 你啊就是爱学别人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我就不走 我就气你 拿我没招吧 这家里不有床吗 你去坐你床上去 别在我眼前 我再不去呢 要去你去 那屋里面又没电视 这里还有个电视 能看电视呢 看电视 你怎么就那么喜欢看电视 你看你那不主规的样子 那你不爱看电视 你回你屋啊 你在这儿待着 待着干什么呀 我就不回去 我先坐着的 我就不走 要走啊就是你走 气死你啊 赶紧走吧你 我说你们两个 这能不能不吵呀 妈 是他现在跟我吵的 我这儿往这儿一坐 你看看他 一直说个不停 非让我去一边 我回卧室干什么呀 是你坐在我面前 爱我事儿 谁坐在你面前啊 行了行了 你们两个少说一句 今天也快到饭点了 说说 想吃什么 我去给你们两个做 我吃虾 妈 我吃排骨 今天 你们两个 说的都不算 家里有土豆 一会儿 我去炒个土豆丝 妈 我们这回忆呢 吃土豆丝 都没有营养啊 不行 妈 还是做排骨吃吧 是啊妈 这土豆丝有什么好吃的呀 我不想吃 咱还是做虾吧 虾好吃 你们两个 一个吃虾 一个吃排骨 我看啊 我谁的也不听 今天 就吃土豆丝 都怪你 争来争去的 这口妈什么也不做了吧 怎么能怪我呢 那我想吃我想吃的 还有错啊 你们两个 一直炒 我看炒到什么时候 你们两个 什么时候商量好了 想吃什么 我再跟你们做了 意见 不一致的话 我就做 我自己喜欢吃的 妈 妈 怎么这样呀 妈 那这样吧 那今天先做虾 为什么先做虾 那今天先做排骨 明天再吃虾 行了行了 你们两个呀 我还凑合不了 不然的话 我给我儿子打电话 让他们两个回来凑合你们 什么 妈 你可不能把大海叫回来 你要把大海叫回来了 那我们家可就没人挣钱了 这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 这以后花钱的地方可多着呢 是啊妈 这我也快生了 你叫小植回来的话 那以后花钱怎么办呀 不行 妈你可不能打电话叫他回来 那你们 还不想让他两个回来 那我怎么凑合你们呀 这怎么办呢 不是让我在中间为难嘛 我就要让他们两个回来 我不凑合你们了 妈妈 那这样吧 今天啊 先心疼做她喜欢吃的 先做排骨 明天再吃虾好不好 妈 我们不争了 就做我嫂子喜欢吃的吧 明天再说吧 这样不就行了嘛 以后你们两个 吃饭要一致 这样的话 妈也好做饭是不 你说说你们两个 这一致炒下去 我怎么做饭呀 既然你们两个都说好了 那妈现在 继续做排骨吧 今天吃排骨 明天再吃虾 你看行不行 行行 好 你们坐这歇着吧 我去做 这之前确实是咱们两个不对 妈也挺为难的 以后啊 你们两个商量好吃什么 再让妈做 不让妈那么为难了 行